山西十大著名道观 一、运城永乐宫 永乐宫又名大淳阳万寿宫 永乐宫是以壁画闻名天下 可与敦煌壁画媲美 其艺术价值之高、数量之多 实属世上罕见 二、亥州官邸庙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 盐湖区亥州镇西关 是现存规模最大的 宫殿市道教建筑群和五庙 被誉为官庙之祖、武庙之冠 三、平遥清旭官 平遥清旭官是平遥古城内 最大的一座道观 也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平遥古城内东大街东段路北 四、常治玉皇冠 像这样结构错综复杂 形体撞尾高大的五丰楼 全世界只有三座 另外两座一座在北京 一座在日本的京都 五、焚阳太福关 太福关位于焚阳市区 东北十三公里上庙村 始建于京代承安五年 六、大同万寿淳阳宫 位于古城大同的闹市中心古楼西街 是山西三大淳阳宫的北宫 瑞城永乐宫为南宫 太原淳阳宫为中宫 三宫处在一条中轴线上 南北呼应各有千秋 七、太原淳阳宫 淳阳宫又称吕祖庙 吕洞宾庙 位于山西省太原市银泽区 始建于唐代 淳阳宫应供奉 唐代道是吕洞宾而得名 八、大同观音堂 大同观音堂创建于辽崇西年间 天府六年毁于冰火 明清时期多次休憩 现存建筑系清顺至八年重建 位于大同城西七点五公里的 一座小山岗上 九、运城长春关 运城长春关位于降险陈村镇 东京夏村 始建于元延又七年 十、吕良天真关 天真关俗称凤山道院 创建于宋 是为祭祀宋代道祖臣信仪 和其门徒明代道士孙云基而建 出口者 市民人不通宁所 每银子顺